需要靠物的 需要靠很多 那么就同样那个问题 你就要去想 他就你看那个鱼 他也是靠乙巴来 也是靠这个东西 所以他自己 他跟我们就不一样 他们自己为什么活到天寿 当然活到天寿 有很多的外在 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这肯定不是一个最主要 就是 但是这里边 这也肯定是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但是这里边就 对于我们人来讲 你就要进一步的去想 你只要把围里动起来 脊柱就动 那你还用正随吗 根本不用正随了 你也不用七天了 你这些都不用了 可是人恰恰不一样 人和动物有一个 很大的区别 人直立了 所以你就记住 这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导致人 有可能人活不到 自然天寿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原因 人的直立啊 他带来一系列的负担 但是人的直立 也给人带来了 跟动物 截然不同的视野 你趴着的话 如果人是趴着的话 你的视野才看多远 你的直立 比如说你眼睛就放开了 眼界就放开了 你人的人 就说人是 其实很多的事情 都是分境界论 你上一层山 有一层山的境界 我在这层山上 你在那层山上 我就永远可能理解不了 那层山上的快乐 人是有境界 所以包括人与动物之间 就是动物 他那个 他老趴的那个状态 也封闭了他的视野 然后对他大脑也是无意的 然后人的这个直立 虽然给人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但也给人带来了一种致命的飞跃 这个大家就要去理解 所以呢 同样大家去想这个问题 比如说治病 一会儿我会讲 就每个动作 他都里面 他都关系到一些疾病的问题 那么比如说 你这个刚才讲的 背后七天摆病消 一是正随 二是呢 可以比如说 把那个就是 一个是正随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的 活动 你这个就是 把这个脊柱也能够得以活动啊 那么还有那个就是 提纲 提纲可以把那个就是 脏气的下垂的问题解决 那么你仔细想一想 那么遥动尾履 同样解决了 就是整个内脏 尤其腹腔 就下腹腔 也就是你生殖系统的 很多的问题 他都能够给你解决 比如说 现在下腹腔的问题很严重啊 比如女性的子宫 肌瘤 女性的子宫肌瘤 妇可炎症 男性生殖障碍 这些统统都是属于下腹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个问题 你就最佳的方式 你吃药 说实上都是不安全的 最佳的方式 你如果懂原理了 可能你动尾履这个动作 可能对那些东西 因为子宫 比如子宫肌瘤的问题 子宫肌瘤的问题 我在从头到脚 说健康医里面 我经常谈 他可能跟生气郁闷有关 其实有一个话题 我一直没有 没有在电视里谈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子宫他也是需要激动的 因为他在最下层嘛 他本身就属于凝制不动 所以他也是需要激动的 那么他这种激动 如果老得不到这种激动的话 他自然也会愈知 所以呢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通过用动尾履这个动作 可能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大家进一步自己去想 自己去开悟 可能好多东西都能明白 好 这就是背后七天百步销的第二个核心动作 就是吸气提刚 也就是收腹提刚啊 就这样的 然后第三个动作提肿 提脚后跟 提脚后跟 脚后跟这个我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脚后跟走的经脉 膀胱经 肾经 凡是足根痛 都是膀胱经和肾经的问题 从膀胱经上谈 是阳虚 阳气不足了 带动不起来了 从肾经上来讲 肾经不足也会造成足根痛 很多的人认为是足根骨刺 其实不是 是你自己的那个 尤其更年期的时候 会出现足根痛的问题 足根痛的问题 这就是肾与膀胱都大虚的一个表现 大虚的一个表现 你如果肾与膀胱不虚 你也不会出现 你的磁激素水平下降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出现绝经的问题 但是只不过有的人呢 可能能够顺利的 把这一关走过 有的人呢 耗散太过 就有可能连带的疾病就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是提肿 提脚后跟 所以平常没事我们站在那提脚后跟 你像妇女啊 她有时候 她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就把这个问题 她也能够得到解决 穿高跟鞋 但是老穿高跟鞋也不行 记住啊 你天天那么提拉的那个脚后跟 也会有问题 就是提起来 你要落下去 这穿高跟鞋的妇女是怎么样的 提起来就不落了 这玩意太累了 然后呢 还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她的盆骨啊 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出现一些 跟正常的状态会有不同 所以任何东西 大家记住 不可以太过 这是一个原则 任何动作也不可以太过 所以这是提肿的问题 提肿的问题 那么你如果老提拉脚后跟的话 你同样你还可以提拉脚前面 提拉脚前面 你把脚只要一立起来 那就撑拉旁边筋 就跟我们立掌是一样的 所以你一立掌 你就是整个的后腿的膀胱筋 全部都被撑了 那么尤其老龄的人应该练习 往前也应该提 提五指 提五指 提五个脚指 提五个脚指 就脚 没事你坐在那 你就开始提 使劲的往外踹 使劲的往外踹 没事你就站在那 你就往外蹬脚 踹脚 甩腿 这都是很管用 很管用的 好 这个是提肿的问题 提脚跟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 站姿啊 所有的站的时候 就背后期间摆冰销 他的手很 很很随意 好像很随意的 就垂在两边 只要我们直立的时候 手垂在两边 都是 手的中指 一般都停留在一个穴位上 叫什么穴 叫风式穴 风式穴 其实那个 就是这个叫风式穴 古代的这个 古代就是 一般的古代的那种 短的 短皮裙啊 就是那种 最古老的 就是那个虎皮裙那种的 一般也是就围在那而已 那个地方 为什么要把那个地方围住呢 你知道那个孙悟空 他围在那个虎皮裙 那个长短 就是到风式穴这儿 就是我们的手指 能停留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在 风式穴是在哪儿呢 是在胆经上 是在胆经上 那么胆 胆经啊 就是跟肝是有密切关系的 胆经 我稍微说几句话 胆 凡十一藏 皆 就是都是由胆所 跟胆是相关的 那么就是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记录 胆的第一个核心含义 胆主生发 所以你这个人体的气机 起得来 起得来 全看胆经 全看胆经啊 所以前几年坊间有一个锻炼的方法 可能你们现在也都在锻炼 天天干嘛 拍胆经 拍胆经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全身气机起得来 起不来 全看胆经 全看胆经啊 但是那种拍胆经 大家就一定要记得 你不仅要拍腿 因为什么腿是根 应该就是基本也可以 腿是根啊 腿是 就是对于人体来说 腿是根部 上肢也就是肢差了 那么呢 你就是拍了底下 其实你应该 你不能只让底下通了 你上了不通 它还是宣不起来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 一定要把底下拍了 然后上面拍一拍 也拍 拍完以后两侧 头的两侧也是胆经 你也要拍 那拍的过程中 你这么一拍就全头都拍了 所以这人啊 要想锻炼 要说起来锻炼身体 中国古人他好的哪 他不像现在 成人到晚想着挣钱 养家糊口 中国古人可能真没事 一天到晚在那拍拍打打 就那种 就拍完这拍那拍完这拍那 也挺好的 就这样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胆经 就是凡是三十一藏 取决于胆 所以这个胆 还有第二个特点 胆主决断 人怎么能知道自己老了呢 或者是胆气 胆经不足了呢 你会在生活当中 发现一个现象 做事开始犹豫了 年轻的时候 做事不犹豫 到一定阶段 胆气虚了以后 做事犹豫 什么事都考虑 不考虑啊 就是考虑来考虑去 你看看 就中国人本来就有一个多思多虑的问题 中国人本来就好多思多虑啊 中国人是一个社会人 而不是一个 他不是 他跟西方文化不一样 他不是一个个体的文化 中国的老人呢 都是无私奉献啊 就是不要钱 还贴也钱 还给人看孩子 这就是典型的不同 所以这就培养了 同样培养了中国老人一个什么不好的习性呢 依赖心理 说我全都为你贡献了 然后你现在就应该 就说你 而且中国老人挺可怜的 就说不要别的 就要情感沟通 就说你得关心我 你得跟我多说话 因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太孤独寂寞 他自己没事干 这就是很可怕的 西方老人有的是事干 又得打球 又得滑雪 忙得不得了 又得写书 中国老人呢 他就是 然后他就跟儿女 他又不能明显的说 你跟我 你跟我多聊天 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 特别不好的一个 就是潜在的 可能没有意识到 你们老人回去好好想想 就没事就跟儿女说病痛 哎呀 最近不好啊 不舒服啊 就叫勒索感情 就是大家 不要把自己的感情 过分的放到别人的身上 就是过分依赖别人 其实这个是自强自力 一直是人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要点 到老了都不要放弃这一点 任何事情都是有始有终 锻炼也是一样 八段紧一整套动作 做完之后 应该如何来收拾呢 又有什么动作要领呢 下期节目将为您介绍 敬请关注下期的健康大学堂 上期节目中 许黎明老师为大家介绍了 拍打胆心的功效 本期将为您介绍 八段紧最后一式动作的收拾 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 那么如何收拾 才能使自己的气体 从开始到结束 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呢 本期健康大学堂 将具体为您介绍 敬请关注 胆主决断 那么到老了以后 我们也要轻重 你要经常锻炼胆筋的话 你也会有决断之力 所以呢 这个呢 一般在所有的锻炼里边 包括你平常之力 你的手一定是放在风式穴的 因为那个风式穴 这个风式穴是怎么样 那现在的语言来翻译啊 因为这个古代这个字 可能不叫风式 叫风府 就是但是呢 现在叫风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风的市场 什么风都来 记住啊 什么风都来 好风来 邪风来 什么风都来 所以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所以呢 人的宗旨放在那儿了 就是等于你用 宗旨是哪儿呢 就是心包经的颈穴 然后你就固设在那儿 这就是很重要 这就是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你别让那个胆经受邪气 所以你要拍的话 其实风式穴 也是一个拍的要点 而且你们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只要你使劲拍 风式穴一定会变轻 因为那里边含鞋很重 包括腿的很多的含鞋 其实都在 因为这是个风的大市场 全在这儿 所以你们没事坐在这儿 就拍这个腿 就坐在这儿拍两边 就很管用 就拍这个两边啊 因为它这个地方 你现在懂原理了 你就知道 这是藏风的地方 你就把它拍掉 然后把那个里边的那个 然后拍出淤青来 不要怕 淤青 青就是什么呀 青就主东方 就主风 然后就接着拍 再拍 反正你不能往死里打 你就那么拍 接着拍 天天拍 天天拍 什么时候青退掉了 这个地方通了 记得吗 什么时候把它退掉了 青 这个地方就通了 这个就对人体会很有好处啊 所以这个是 然后呢 到最后一个动作 咱们最后讲一个要点 到最后一个动作 一定是有一个收视的问题 所谓收视 大家记住 我先前在第一次讲 在给咱们这个天天讲课的时候 我讲过一个问题 就是收视啊 就是收视就是隐气归原 缘在哪 神缺 夏丹田 这些都是隐气归原 然后启视是启动气机 所以收视和启视不做好 等于启视如果不做好 就好像刚开始中地 你这个地没有更好一样 收视没做好 就等于你什么收 可能颗粒无收 可能白炼 大家记住啊 收视要没收好 可能就白炼 等于你这骨子种完了 什么都忙的完了 然后你没收了 没往回收 这个就是你的大损失 你一定要收回来 所以这个收视 一定要做得非常稳妥 一定要做得很稳当 才是把收视做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核心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做收视 然后收视里边呢 比如说隐气归原 两手护在神缺穴上 那么也分难尊于无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欢迎崔老师 来把这个最后这个动作 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 这样啊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点 从上一个动作 衔接过来 这样要重复七次 中间缓冲一下 收视 收视的时候 两手护一 肚脐 要一手 丹田 用你的大脑 想一下小腹里面 好 两手放下 好 这样 这个动作比较简单 请两位观众可以上来 来 断领试验一下 注意 眼睛平时前方 下额微收 望你一点 对 对 下额微收 眼睛平时前方 这个动作有一个要点 起来的时候 必须百会上顶 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上顶 因为你不上顶的话 可能就整个重心啊 就移动了 就达不到锻炼的效果 那么这个级别动作做好之后 好 起肿 同时呢 要收复提纲 或收复提纲要提上去 对 收复提纲 好 这时候注意 百会上顶 两个肩要微沉 沉肩 好 到了尽头之后 稍微闭气 中间缓冲一下 大家看我的脚啊 中间提到高处的时候 要缓冲一下 再往下震 一定注意要缓冲一下 如果从这么高的地方 直接震下来之后 可能会碎伤你的小脑 那么咱们既不碎伤小脑 也能达到保健的作用 怎么做呢 就中间缓冲一下 就中间缓冲一下 再震 好 提纲 提肿 趁肿 趁肩 所以这会是向上的过程 是吸气 好 闭气 放松 好 震 再来一次 吸气 提纲 通过提纲 也刻薄 你的整个 胀气都上移了 能得到 很好的按摩作用 好 缓冲 好 放松 好 再来一次 吸气 注意 摆会上顶 好 缓冲 震 好 两手 然后从两侧分开 转掌心向里 放在肚脐 所以这个时候 并不是把两个手放在肚脐 就可以了 一定要静些心来 一手丹田 这是关键 一手丹田 而且要静养一会儿 你的练的气呢 在全身周流 那么最后是引气归原的动作 要意识想着你的丹田 静养一会儿 好 大脑要放松下来 大脑要安静下来 身体要放松下来 好 然后两手下落 好 这时候 完了之后 可以做一做整理的动作 来 脱一脱手 拱一脱手 拱一面 来 可以收一下头 对 下来 也可以拍一拍 全身拍打一下 对 做一个整理运动 然后呢 可以散一散步 练完功之后 不要马上停 一定要 让这个节奏 慢慢的缓冲下来 可以散一散步 好 大家 你做一下 我看一下 好吧 来 其中 你看 他这个手呢 就没有贴在凤事学上 一定要贴在凤事学 肩要微沉一下 下额微收 百会顶住 就好顶着一个东西一样 好 这时候收腹提纲 不小腹要收上去 对 好 对 现在对了 你看 好 缓冲一下 放松 对 提 好 凤事学 对 好 缓冲一下 放松 往下的时候一定注意啊 他刚才做了有点紧张 向下说 特紧张 那向下的时候怎么动呢 起 放松 整个身体就是一振动 把你体内的气节 给你稍微整理一下 最后达到引气归原的作用 不要紧张 变工的过程中 一定要讲究放松 放松 好吧 好 两手 特起 踢手 喝鲍鱼 肚脐 神雀血 好 然后用意识 男夺女右 男的夺手在里面 女的右手在里面 这时候呢 静下心来 想一想你的丹田 丹田在哪儿啊 你就想在小腹里面就可以了 想一想小腹 好 这时候要静养一会儿 好 然后放下 然后再做一做真理运动 就可以了 脱手 浴面 梳头 包括扣尺 或者是 他也打一下 都可以了 对 好 谢谢 练功啊 还有几个要点 就是所有的练功 一定要得法 一定要请 就是有好的老师 就是说 学我们学任何东西 都要得正法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要点 就是 而且呢 无常师就说的 好多老师 你都可以去学 但是一定要 里面得正法 这个呢 现在国家体育总局 在这方面呢 他自己有一个 推广四部功法 然后现在 最近这几天 又在谈全民健身的问题 这个天津应该有这个站点 所以就说的 大家可能能找到 就是里面的老师 然后呢 专门的让他来教大家 这样就能够 天天的带着大家练 这个东西 一定是个团体的活动 就是大家呢 没事呢 就聚在一起 然后呢 拍拍拍拍摄 身体啊 然后练练八段紧啊 然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锻炼身体的一个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省得你去跑步啊 什么的 这因为人岁数大了嘛 那个这些问题 就是大家呢 嗯 要有老师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练功要按部就班的来 就任何动作 他都是有次第的 你就先慢慢的 先把起事做好 一步一步的做下去 起事一定要做到位 比如马步 你就成天到晚 你就站在那 站马步 他都会 对身体会很有好处 就把那个八虚 全都给虚开了 就是那个 容易那个 就是受侵害的地方 你现在也都明白了 你也知道该拍风浮穴啊 什么的 不是风势穴啊 什么这些的 这些呢 就大家都明白了 那么呢 就说的 在运动过程中 起事和收事非常重要 还有锻炼前的准备 以及锻炼后的 就是这个结束动作 都一定要做到位 这也是一个要点 还有一个要点 就是要有恒心 就叫每天都要坚持练 从古代有一种说法 就是练到120天以后 哎 你就会觉得身体明显的变好 那么明显的变好 有哪几个方法 有哪几个表现呢 比如说能吃饭 香了 吃饭香了 吃饭 而且也能吃了 这是一个 就是这是一个要点 然后呢 走路有劲 走路会有劲 比如说 你上楼的时候 气不再喘了 这都是你得到好处的以后 他一般来讲 他是说120天以后 会有这种表现 就是你要练 就是所谓120天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你要天天坚持练 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天天坚持练 这么走路有劲了 吃饭香了 然后呢 神足了 所谓神足是什么呢 就是白天不昏睡了 老人为什么白天会昏睡呢 就是神不足 气血不足 晚上为什么又睡不着呢 就是也是这个血不足的问题 血不能上头 气血不能上头啊 就是也昏睡 这个昏睡呢 在古代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衰老的一个像 然后呢 你锻炼完了以后呢 天天坚持锻炼 锻炼了100多天以后 你会发现神清气爽 神也足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劲 不仅是腿有劲了 全身都有劲了 包括你的手都有劲了 做事干活不累 干活不累了 不像是原先一样 就干一点活就腰酸背痛了 因为你所有 他这里边的八段骨的所有动作 都对背部有一个锻炼的效果 都对背部有一个锻炼效果 这也是一个那个好处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耳聋啊 就是耳朵 听力也比以前变好 这都是好的象征 就是所谓身体强壮 其实全在这些方面 然后呢 胃也开了 神也清了 这些就大家就知道是有标志的 你身体好不是没标志的 是有标志性的东西的 就是元气增加一分 必有表现 就是一定会有所表现 还有呢 就是练功的时候要规避掉几个方面 就是比如说几个时间段啊 就是练功的时候最好是早晨的时候 去锻炼身体 因为早晨 阳气正好是最足的时候 而人老了呢 就是阳气不足 人老了阳气不足 而工作当中的人呢 为什么也要锻炼呢 就是你工作的时候 你如果阳气虚弱的话 你记忆力也会衰退 记忆力会衰退 然后身体的方方面面也会感觉不舒服 所以要避开什么呢 比如说风与雷电 这些一定要避开 这个在皇帝内经理就叫虚邪贼风 就是风与雷电 像打就是风与雷电这种情形呢 都是气机特别强的 天地自然之邪气有点强大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避开 基本上要在室内锻炼 基本上要在室内锻炼 如果正好是打雷的时候 那就尽量的不锻炼 尽量的不锻炼 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大家也知道 打雷的时候你不要开手机 不要开电视 都是不要用自己的那种错误的行为 然后来导致一些错误的结果 就是这样 第一要避开风与雷电 第二呢要避开 比如说古代还是认为 就说像他有一种说法 有彩虹的时候也不要去锻炼 为什么呢 彩虹是天地阴阳气机相交最强烈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古代的说法 就让这个时间段也要回避开 还有呢 日时月时的时候 日时月时的时候 也要那个就是回避一下 你包括前些日子 咱们大陆出现了就是那个日时的问题 像日时的时候就看报纸 我就看到一点 就特别有意思 像我们人就不知道规避啊 当然人是百年不遇啊 好不能看到日时 特别高兴就都出去看啊 可是你会发现 就动员的动物那个时间 日时刚一开始的时候 动员动物全都回去睡觉了 人家就会养生 人家不用教 人家就会养生 全都回去睡觉了 等日时一结束 全都出来了 他就知道这段时间 我就歇着 我趴着不动 天地的大的气机转换 就影响不到我 我让他顺利的通过去 这个就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人就懂 人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点 就不知道躲避凶险 不知道躲避凶险 就不知道这个是 这个时候是天地气机 力量太强大的时候 那自己怎么办呢 那趴着睡呗 闭了眼睛养神呗 就这样 还有一个节气转换期 节气转换期 基本上要静坐 就是最好 就是老人现在有这个条件 可以静坐 那年轻人呢 在节气转换时间呢 就是不要过分的劳累 不要过分的劳累啊 过分的劳累也会引发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 大家可能都能记住了 然后但是还有一个 特别饱了以后 吃完饭不锻炼 就是喝醉了不锻炼 吃完饭了不锻炼 过饱 因为你吃的特别饱的时候 你全身的气机都凝聚 就是都要去消化食物 全身的气机都要去消化食物 所以你这个时候 气机本身就是处在人体的一个 就是或者是过度运化的时期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呢 你就要休息 适当的休息一下 或者是慢走 都可以 不可以有距离的锻炼 好 这次我们这个节目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啊